这位同学问的,老法师,你常常劝我们放下五欲六成,明文立养 我很明白,也很努力去学,学着做 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娑婆世界的诱惑 既然以发心要求生西方,那就要艳丽受破 但是老法师,我是一个很直率的人 心里想什么呢,都会表露在外面 我对吃喝玩乐也没有什么兴趣,也很淡泊名利 但我逼近,还在社会上工作 接触的人,大多数喜欢名利 把吃当作一种享受 而对我的吃长素和知足常乐 当作是不会享受,不够积极 还说我太早修行了 其实我并不在意,也不被动摇 只是为难以不知如何去劝服他们 因为我只是个学子 还在学习中,我目前只能把所学到的知识用来改造自己 和劝一些有缘人学佛 师父,你说,我应当怎样表演给人看 应当怎样引导人修行 在这个五座卧室修行 真觉得有些像逆水行舟 觉得有一些孤立难行 为了怕被污染 我尽量避开吵闹人群 尽量争取时间 讯息佛法 和做义工 平常也很少说话 除了要开导人和工作上的需要 那是例外 如果有人说我怪 我会不会破坏修行人的形象 还有我对六成的法 不了解 不太了解 可否为我解释 谢谢老法师开示 我是个音效生 华文写得不好 请多原谅 你这一番话的意思都很好 这个看法都非常正确 一直坚持下去 我相信你会有成就 在现代这个社会 真正修行 像你这些遭遇 是决定不能避免的 我学佛是26岁 我的长官 朋友 同事 同学 甚至老师 都骂我 你怎么去迷信 迷得这个程度 肉也不吃了 这么消极 都骂我 我听了之后呢 我只是苦笑地回答他 为什么呢 我没有能力 说服他 用时间 来道福 三十年之后 四十年之后 再遇到这些老朋友啊 都说 法师 你的路走对了 现在他晓得 晓得迟了 来不及了 你看看 年岁老了 他们退休了 退休之后啊 我就发现 两年不见面呢 就像二十年没见面 他衰老的样子 一下就衰老了 我们在佛法里 懂得这个道理 工作的时候 他忘记他在老 他忘记他衰老 所以啊 他整个精神 集中在工作上 一到退休之后 他没有工作 天天想说 我老了 天天想老 好快就老了 老了怎么样 老了一定生病嘛 就天天想病 天天到医院 天天找医生 于是 医生的病痛都来了 那也看到我 我没有老啊 我也没有病啊 他们看到 非常羡慕我 用时间来答复他 用行动来答复他 你说你的积极 你那个积极 是吃和玩乐的积极啊 我也很积极啊 我天天在研究 尖叫 在念佛 我比你 不 不 不 这个 不在你之下了 我也在积极 咱们积极的 内容 内容不一样 内容不一样 那个后果 当然就不相同了 我这个积极 智慧增长啊 你那个积极啊 是 是烦恼增长啊 无名增长啊 我们俩正好对比啊 在这个年轻的时候 这个对比不强烈 时间越长啊 对比就越强烈了 非常鲜明 所以这些人见到我 没有一个不佩服 没有一个不羡慕了 这就是表演给众生看的 所以需要时间 你现在还年轻 好好的努力做 不要被污染 他们这些人要问的话 你说过三十年之后 我们比一比就晓得了 你就明白了 到底是我做对了 还是你做对了 我们的形象是正确的 绝对也没有破坏修行的形象 一定要做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六成里面 是说我们六根 其用的对象 我们眼所见的都叫做色 所以它这个字的意思 非常广泛 只要眼睛睁开 你所见到一些 都用这个字代表 那耳根其作用的对象 都叫深 所以六根呢 对六成 就是对这个六中进阶 那个一根呢 对发尘 意思是什么 意思念头啊 念头所念的对象 都叫发尘 那发尘 与前面的五成 眼耳鼻舌身所对的 有没有观念呢 有 五成 落泻 因子 就叫做发尘 所以发尘的境界 太广 太广了 我们眼睛看到 看到之后 你心里还落地映像 你还在那里想 那个成就 就发尘 耳朵听到 比如 你去看电影 离开电影堂了 那个电影里面 一些画面的时候 还在你心里的活动 你听音乐 你已经离开 这个音乐厅了 回到家里 走到路上 你还想到那个韵律 那些都叫发尘 除了 我们眼耳鼻舌身 所对的 这五种对象之外 心里头 能够所叛缘的 统统叫发尘 像梦中的境界 定动的境界 全是发尘 为什么叫尘 尘是污染 比如这张桌子 三天不擦 它就有灰尘 就脏了 佛说 这些东西 就跟这个灰尘 一样 染污了 心性 所以称之为称 到什么时候 我们六根 对外面六种境界 清清楚楚 又不被污染 这就成功了 我们修行就修这个东西 无量无边的发门 方法不一样 门径不一样 目标 目的完全相同 修清净心 不被污染 你能够不被污染 这定成就 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会成就 定会 但学 如果一被污染了 定会都没有 那就是 烦恼吸气了 所以 大经里头 佛常说 烦恼 即菩提 烦恼跟菩提 是一不是二 心地清净 烦恼就 转变成菩提 心地被污染 菩提 就变成烦恼 烦恼跟菩提 是一不是二 生死跟涅槃 也是一不是二 啊 觉悟了 生死就变成涅槃 迷惑了 涅槃就变成生死 啊 所以 释放佛法了 众生更佛了 无非是 迷雾 因念之差而已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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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